第八十七章 是门徒得以收拾他的复活的荣耀身体 现在他准备辞别他们了 他已经证实自己是一位活的救主 门徒们不用再想他仍是在坟墓中 他们可以想他在天上宇宙之前得荣耀的主了 耶稣简显着住在人间时 那长夜的灵格而成圣的地点作为升天的地方 大卫城所在的西安山和圣殿所在的摩利亚山 都没有得到这样的尊荣 因为在那些地方基督曾受侮辱并被拒绝 在那里 斯安的浪潮曾多次有力地冲在铁石般的心肠上 而多次被打回来 耶稣时常疲劳困乏 好像心灵富有重优势地离开那些地方 到橄榄山去休息休息 古时从第一座圣殿离弃的荣耀 曾停留在这东边的山顶上 好像是不忍丢弃的被选的诚意 照样基督也曾站在橄榄山上 依依不舍地望着耶路撒冷 橄榄山上的树木和山谷 曾因他的祷告和眼泪而成为圣地 他俏皮的回声 曾反映群众宣布他做王的欢呼 位于山坡上的博大尼 乃是他在拉萨路加中歇息的地方 在山路的克西马基园中 他曾独自祈祷挣扎 这时他从这座山上升天去了 他将来再来的时候 他的脚壁还要站在这个山顶上 那时站在橄榄山上的 不但是多受痛苦长惊忧患的人 乃是一位荣耀的君得胜的王了 那时西班牙人欢呼哈利路亚 与外邦人欢呼和山谷的声音 并互相呼应 俗民的声音要像大军的声音一般 高呼尊的天地主宰 这时耶稣和十一个门徒 一同往橄榄山去 那他们穿过耶路撒冷的城门时 许多人用惊奇的眼光 望着这一小群人 在前领路的 乃是几周之前 被首领们定罪定数的那一位 门徒还不知道 这是他们最后一次 与他们的夫子相会 耶稣用这个时间与他们谈话 重塑了讲过的教训 那他们走进克西马基园时 他停住了 使他们可以回想 把他在大挣扎的那一页 所给他们的教训 他看着他象征他的教诲 与他和父之间联合的葡萄树 他再将先前 向他们解释过的真理 重塑一遍 他的思维都是一些 足以提醒辜负他爱的事物 另外的门徒 在他受屈辱的时候 也曾羞辱了他 离弃了他 基督在世上已经寄居了33年 他曾忍受了世人的轻蔑 侮辱和计较 他曾被人拒绝 被人定死 如今 在他行脚身上的荣耀的宝座时 回想到到世上来 所要拯救之人的忘恩负义 他岂非要收回对他的同情和慈爱吗 他的爱岂非要集中在那赶待他 并用圣天日等待了他 吩咐失恩的领域吗 但是不然 他对自己所留在地上的亲爱儿女 所赐的应许 乃是我就常与你们同在 直到世界的末了 上了橄榄山 耶稣领着他们走过山顶 到了伯纳尼附近 他停在这里了 门徒都聚集在他四围 他脸上好像发出光芒 及亲爱的望着他们 他没有责备他们的过错和失败 出出他们主的口 进入他们耳中的 乃是最亲切温慈的话语 他伸出手来为他们祝福 似乎在给他们保护和光怀的保证 于是他从他们中间 慢慢的冉冉上升 有比地上任何吸力 更大的力量 接他往天上去了 当他上升的时候 这些精英的门徒 睁大了眼睛 向他们升天的主作 最后的张望 有一朵荣耀的云彩 把他接去 他们就看不见他了 当天使驾在云彩般的车马 迎接他上升的时候 他们又听见他说 我就常与你们同在 直到世界的末了 同时他们也听到 有天使歌舞队传来 最甜美最快乐的音乐 当这些门徒 仍在注目望天的时候 忽然有好像美妙音乐 似的声音向他们说话 他们转过身来 就看见两个 仿佛人的模样的天使 对他们说 加利利人啊 你们为什么站着望天呢 这离开你们被接升天的耶稣 你们现在怎样往天上去 他还要怎样来 这正在光耀的云彩中 等候护送耶稣往天家去的 天使队中的两个天使 他们在天使队伍中的地位 是最高的了 在基督复活时 往坟路去的就是这两位天使 他们也曾在主地上的生活中 一直与他同在 如今 全天灵动音切的等待救助 结束在这被罪咒诅 被罪损毁的世界上的逗留时期 如今天家的诸宇宙 迎接他的大王的时候 已经到了 这两位天使 岂不希望参加这 欢迎耶稣的队伍吗 但是为了同情 并爱护他所留在地上的人 他们还等在那里安慰他们 天使岂不都是福音的灵 奉猜遣为大家 要承受救温的人效力吗 基督已经带着人的形体升天去了 门徒看见有云彩把他接去 升上去的 就是曾与他们一起行走 一起谈话 一起祷告的耶稣 他曾与他们一同破饼 在湖上 曾与他们一起坐在他们的船里 而当天 他又与他们一同攀登橄榄山 就是这位耶稣 如今已经升天与上帝同座宝座了 天使曾向门徒保证 他们所亲眼看见的这位升天的耶稣 他怎样往天上去 他还要怎样来 他必驾云降临 众目要看见他 因为主必亲自从天降临 有呼叫的声音和天使掌的声音 又有上帝的号吹响 那在基督里死了的人 必先复活 当人子在他荣耀里 图得众天使降临的时候 要坐在他荣耀的宝座上 这样 主亲自给门徒的应许就应验了 我若去为你们预备的地方 就必再来接你们到我那里去 我在哪里 叫你们也在那里 门徒在他们主父里的指望中 欢喜快乐是很有理由的 当门徒回到耶路撒冷的时候 众人都惊奇地望着他们 在基督受审和背定之后 大家都以为他们必是垂头丧气 满脸惭愧的 他们的仇敌正等待着看他们忧伤和失败的面容 但他们脸上返现了快乐的胜利 他们脸上发出的喜乐光彩 不是从地上得来的 他们并没有为失望表示悲伤 反而充满赞美和感谢上帝的心 他们欢欢喜喜地将基督复国 和生天的奇妙故事传扬出去 有许多人就领受了他们的见证 众门徒对前途不再疑虑了 他们确实耶稣已经在天上 并知道他仍旧是同情他们的 他们知道自己有一个朋友在上帝的宝座之前 所以他们恳气地奉耶稣的名 向天父提出他们的要求 他们抱着严肃敬畏的态度 跪下祷告 图书基督的应许 你们若向父求什么 他必因我的名赐给你们 向来你们没有奉我的名求什么 如今你们求就必得着 叫你们的喜乐可以满足 他们把信心的守势的高高的 并提出这有力的论据 有基督耶稣已经死了 而且从死里复活 现在上帝的右边替我们祈求 结果在五旬节的时候 宝慧师给他们带来了丰满的喜乐 正如基督所应许的 全天庭都在等待欢迎救主的凯旋 当他上升的时候 他在前头领路 后面随着他的乃至在他复活时 得释放了一群俘虏 众天使发出赞美的欢呼和天国的诗歌 护送的是快乐的行列 当他们临近上帝的圣城时 护卫的天使发命令式的说 众城门的你们要抬起头来 永久的门户你们要被举起 那荣耀的王将要进来 那些在门口守候的天使应声说 荣耀的王是谁呢 他们这样说并不是因为他们不认识他 那是因为他们愿意听到高声宋战的回答 就是有力有能的耶和华 在战场上有能的耶和华 众城门的你们要抬起头来 永久的门户你们要把头抬起 那荣耀的王将要进来 众天使永远听遍的崇高的圣名 所以再发问说 那荣耀的王是谁呢 那就护卫的天使回答说 万君之耶和华他是荣耀的王 于是上帝的城门大开 众天使便在高度凯克的跃升中 拥进城门 他们来到上帝的宝座前 宝座周围有英许的红环绕着 那里有基督伯和撒拉福 天君的领队 上帝的宗子 以及未曾堕落的诸世界的代表 都聚集在那里 卢西弗从前曾在天上的议会中 控告上帝和他的儿子 并想在未曾犯罪的领域中 建立他的政权 如今这些领域的代表 所组成的那个议会 都在那里欢迎世界的救赎主 他们都切切地要庆祝他的胜利 归荣耀给他们的王 但是基督挥手请他们让开 现在他还不能接受 那荣耀的冠冕和王袍 于是他进到他的父面前 他指着他受伤的头 被刺了内旁 被毁伤的脚 他举起了带着钉痕的双手 他指着他胜利的标记 他把那些与他一同复活的人 奉献给上帝作为初熟的姚记 他们代表那些 在他第二次降临的时候 从坟墓里出来的广大人群 基督走进天赋 走进的为一个罪人悔改而欢喜 为一个人得救而歌唱的天赋 在设立地的根基之前 父和子曾立约 如果人类被撒旦所剩 他们就要救赎人类 那时他们曾握手 定立庄严的誓约 预定基督为人类的中宝 这个誓约基督已经履行了 当他在十字架上喊叫成了的时候 他这句话是向天父说的 所立的约已经完全实行了 现在他声明说 父啊成了 上帝啊我已经实行了你的旨意 我已经完成了救赎的功 如果你的公义认为满意的话 我在哪里 愿你所赐给我的人 也同我在那里 于是上帝宣布批准着基督的工作 打蛋已经被制服了 那些在地上辛劳挣扎属于基督的人 在爱子里得蒙悦大了 在仲天时刻 未曾堕落的诸事件的代表面前 他们得称为义了 他在哪里 他的教会也必在哪里 慈爱和诚实 彼此相遇 公义和平安 彼此相亲 于是天父怀抱着他的儿子说 上帝的使者都要拜他 随后一切有畏的 执政的 掌权的 都用说不出来的喜乐 承认生命之君的至尊王权 但欢呼之声 洋于天庭时 天津抚伏在基督面前 大声说 曾被杀的羔羊 是配得权柄 丰富 智慧 能力 尊贵 荣耀 宋诞的 得胜的歌声和天使的琴声 配合在一起 直到全天庭都洋溢着喜乐和赞美 爱已经得胜了 那失丧的已经找到了 全天庭高声欢呼 但愿宋诞 尊贵 荣耀 全是 都归宾做宝座的和羔羊 直到永永远远 从天上这一幅喜乐的景象中 有基督亲口所讲奇妙的话 传到我们的耳中 说 我要升上去 见我的父 也是你们的父 见我的上帝 也是你们的上帝 天上的家庭 与地上的家庭 圆是一个 我们的主是为我们升天 为我们而活 反靠着他进到上帝面前的人 他都能拯救到底 因为他人长远活着 替他们祈求 他们但是也有个大事 但是他们也不退 都没有 不停 卖 老徒 流 老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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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徒